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蘿蔔糕了 欸 依靖你在幹嘛 切一點肉 做一點肉包 讓廣爺帶回去 哎呦別做了 別做了 他那天說都吃膩了 是真的假的 我今天給你備了上好的蘿蔔 給它晃晃口味 那行吧 給他做一道玉品蘿蔔糕 如果大家包著饅頭吃膩的 可以試試我今天做的蘿蔔糕 既簡單又好吃 蘿蔔去皮 拋成絲 水燒開 把蘿蔔糕倒進去先焯水 燒開一下就可以了 撈出來擠乾水粉 往裡倒入糯米粉 生粉 味精 鹽巴 糖 雞精 殷素粉 哎呀 這個利菌是什麼 這念素 殷素粉 這個是特殊的玉米澱粉 哎呀 我念錯幾十年了 也沒人就讓我 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說你吧 加入水 調成粉漿備用 鍋燒熱放入豬油 倒入霞甘丁 辣腸丁 先煸香 加入蘿蔔絲 翻炒均勻 加入干貝絲 炒勻後加入調好的粉漿 先倒一部分的漿 先炒勻再把後面的漿倒進去 炒到這樣子就可以了 拿一個盤 下面抹一點油 然後倒入盤裡面 給它抹勻壓平 包上保鮮膜 放入蒸籠 上汽後蒸40分鐘 時間到了 我們打開鍋蓋 取出來 放涼後切塊 均勻的裹上生粉 鍋上放入油 把蘿蔔糕放上去 小火煎至兩面金黃 煎到這樣子就可以了 關注我一天一道家常菜 有嗎 準備好 準備好 謝謝 來 好